今天我们给大家讲这个HTML语言 我们说前面呢我们给大家讲的Java的基础 叫J2SE 从这个J2SE转向现在这个HTML的学习的话 大家应该会感觉到这个非常的轻松 我们说这个HTML语言 应该可以说是世界上应该是最简单的语言了 基本上非常的简单 当然如果你要找书来看的话 我觉得还是很费劲 其实我们书上都写的比较啰嗦 大家还是照着我的这个走一遍 基本上呢这个我们说工作中的很多问题都能够应付了 如果还有一些不太明白的 我们再到网站上去查一查 当然就是如果你有空的时候 如果能看看书也能够发现一些我没讲到的东西 也是很不错的 就是我讲课呢可能会有好多东西会在这里头都讲不到 但是呢我们在后面用到的时候呢都会重新再提到 但是我现在讲的这些东西呢已经足够我们后面慢慢去干活了 所以刚才我们总结了一点就说 HTML语言呢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语言 比前面的这个什么 这个G2SE要简单很多倍 那上来我们首先说一下什么叫HTML语言 我首先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HTML语言呢是用来做网页的语言 比如说我们打开一个网站 像这个网站它就是用这个HTML语言就可以做出来的 这里头呢包含了这个文字 图像 声音 视频 各种各样东西 还有这个超链接 什么叫超链接呢 就是点开以后 又可以打开新的内容的 这种呢我们叫做超链接 就这种东西就是包含这个文字 图像 声音 视频 超链接 各种各样东西的这种页面呢 我们叫做HTML页面 或者叫网页 我们这个HTML语言呢 就是用来编这样的网页的 那说了这么多了 我们首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HTML语言 HTML呢 它的全称呢叫做这个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这个大家如果能够写出来 当然就更棒了 它翻译出来的叫做超文本标记语言 超文本标记语言 对叫做超文本标记语言 讲到这个HTML超文本标记语言之前呢 我首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静态页面 什么叫做动态页面 这个呢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静态页面呢 静态页面呢就是 有的是这个动态页面和静态页面 那静态页面就是静止的页面呗 动态页面就是动在动的页面呗 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像这个页面 我们打开看看 里头这在动 那这个就是动态页面 那刚才你打的这个页面 我看上面一个动的都没有 那这个呢就是静态页面 我们说这个理解的是错误的 什么叫静态页面呢 静态页面呢就是说 就是举个例子吧 我们举个例子 这个还不太好说 我们说 你要想在你的网站上 显示五十本书 或者五百本书 如果是每一本书 我们呢都要 针对它去做一个页面 那这种呢 我们叫做静态页面 或者五千本书呢 我们要做五千个页面 这种叫做静态页面 而动态页面是什么呢 针对这个 五十本书或者五千本书 我只需要做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呢 在每一个时刻呢 它会从这个数据库中 去把这个数据库的 这个一本书的信息提取出来 当你要去看下一本书的时候呢 它呢又去把数据库中 那么另外一本书的信息提取出来 就是我只需要一个页面呢 就能展示无数本书 它的内容呢是动态变化的 是根据数据库的内容动态变化的 哪一天 我把这个数据库的内容改了 那这个页面呢 也改了 那这种就叫动态页面 而不是说这个页面在动 还是没有动 我们即使在页面上放一些flans 它在动 那这样的话 它也 也是静态页面 动态页面呢 我们说主要是跟数据库有关 跟数据库有关 就是说 我的信息呢 都放在数据库中 然后呢页面呢 去调数据库的内容 我数据库内容变了以后呢 这个页面呢 就变了 这种呢 我们叫做动态页面 动态页面的技术呢 有很多 我们说静态页面呢 我们就是用什么来变呢 我们一般用这个HTML 语言那边 用HTML语言那边 有的人说这里头 还有flash这些可以的 还有什么flash啊 还有这个什么声音呢 图片啊 这些呢都是静态页面 那动态页面呢 我们说这里头 它用了很多技术 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我们今后要学的这个JSP 就是一个动态页面的技术 就是我们用加网来变的 那除了这个JSP以外呢 还有这个PHP 也可以编这个动态页面 还有我们以前有这个ASP 还有现在的ASP.NET 这些呢都是用来编这个动态页面的 我们说动态页面 主要是跟数据库导交道 我们这个网站的时候呢 我们经常会导什么呢 比如说打这个3W6.辛浪 辛浪.com.sen 类似这样的 或者3W6.sowho.com 类似这样的东西呢 我们叫做一个这个东西呢 大家都知道 它叫一个网址 网址 Word是事件的意思 Wide是范围的意思 Web是网络 就是事件范围的网络 这个我们一般把它简单叫做万维网 得叫做万维网 那后面这个新浪 这个新浪呢是人家这个网站取的名字 或者我们叫做商标也可以 当然有名了 以后就叫商标 而这com是什么意思呢 com呢 这个.com呢 这个com呢来自一个单词 它等于这个commercial 这个等于这个商业的意思 就商业网站呢 一般都是.com 那我们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org 这个来叫什么呢 这个来叫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 这个等于组织的意思 一般来说我们一些非盈利性的组织 比如说像什么红十字会呀 这些东西呢 我们是用这个.org的 那还有一些东西 还有一些 比如说. 后面有一些还有什么.cn 这种呢是中国的意思 那比如说.jp 这种呢就是日本的意思 还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我就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那还有的是那个叫.net呢 比如有的 比如像咱们的网站叫3.6 表这个星区4.net 那这个.net什么意思呢 这个.net呢 是一般来说 这个.net呢表示 互联网公司 表示互联网公司 表示搞网络的 当然有人说 那星浪 难道不是互联网公司吗 怎么是.com呢 我们说这个东西呢 大家不要去深究 不要去深究 那举个例子 比如一个3.6.星区4.net 这个呢就是我本人注册的一个域名 那为什么 叫3.6.星区4.net呢 我的原因非常简单 是因为我在网上去想找域名的时候 我发现很多域名都已经被别人注册了 我本来想取个别的名字 星区4.net也比较土 我想取个别的名字 但是我当用那个名字去收这个域名的时候 我发现很多域名都已经被别人占用了 我后来就想到星区4.net 我用星区4.net去打的时候呢 我发现还有.net没有注册 .com已经被注册了 所以呢我就搞了个.net 所以说大家不要认为说这个.net.com 有什么多大的区别 不要这么认为 另外一点呢 我还想给大家告诉大家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域名 你如果选好了 它是非常值钱的 比如说我曾经知道 以前新浪就买个一个 叫微博.com 买来怎么呢 买来运营它的这个 微博平台 据说这个域名是花了500万元 500万元买回来的 所以如果你的手头有一些比较好的域名的话 那这个是很值钱的 我们说网上专门有的这种 有这种域名交易平台 一个好的域名 它是非常值钱的 有的甚至能值几百万 上千万的 大家不要觉得奇怪 比如像这个 据说这个阿里巴巴的这个天猫 天猫.com 这个也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的 当时据说 好像是找中建机构去买的 如果这个卖这个域名的人 如果知道是马云要买的话 那估计不是几百万能买得回来的 当时是找第三方的机构去购买的 所以这个域名这块 但是现在这个域名投资的话 现在已经过了 为什么呢 因为好的域名已经被很多人给占有了 如果在前几年 你要明白说 知道这个未来这个域名 会很值钱的话 那你当时收集一些 比较有比较好记的域名的话 那你现在就发财了 就跟那个什么手机号码一样的 当时你要有钱的时候 申请也比较容易 你要整个什么 五个八三个六的 这些你一样也是值钱 所以现在这个什么东西 都是以物以稀为贵 刚才我们来给大家简单的讲了一下 就说这个3W什么意思 它是World Wide Web 万维网的意思 然后呢什么.com 表示商业 .org 表示一种组织 organization .社员 表示中国 .jp 表示日本 当然还有一些别的 什么.新加坡那些都有 这个呢 我就不详细去讲 然后也 那下面呢 我们想给大家说一点 就是说现在 大家应该要知道 就浏览器其实是不止一种的 浏览器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浏览器有什么呢 有这个 IE浏览器 IE浏览器 叫做 Internet Explorer 我们简单叫我IE 这个是微软公司的浏览器 还有什么呢 还有Firefox 这个尤其是我们程序员用的比较多 叫火狐狸 还有这个Safari 这个表示的是苹果系统上的浏览器 包括你的苹果手机 iPad上 用的都是这个苹果浏览器 那我们除了这个还有一些浏览器 像这个 这个 这个浏览器是什么呢 这个浏览器好像是百度浏览器吧 这个 这个叫收 收购浏览器 应该是 还有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就浏览器有很多 什么收购浏览器 什么百度浏览器 非常非常的多 那有人说 为什么搞这么多浏览器啊 我们说这些东西都是一种商业模式 大家看不出来 其实都是一种商业模式 你看我搞这个浏览器以后 当你打开这个浏览器以后来 这个首页 我就会放很多广告 放很多广告 这个地方就像那一个 就会有很多人到这来点这些东西 点这些东西就会带来一些 商业的机会 商业的机会 所以现在 互联网的 这种模式啊 它主要是要吸引人 要把这个流量引过来 包括这个 像什么 浏览器免费的给你用 它会要靠什么挣钱 只要你到我这来 关注我这个 我就能够挣钱 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免费的浏览器的原因 还包括这个QQ 也不用你交钱 你就可以用 也是要把你 人吸引过来 吸引上 吸引过来以后 我干什么都可以 所以这个互联网的这种 模式 现在已经对很多行业 造成了冲击 这个大家也要了解一下 那刚才我给大家讲的 常用浏览器 就是浏览器啊 那他们是不同的公司编的 但是他们需要遵守 不相同的标准 不然的话 那同样一个网页 在这个浏览器上 在那个浏览器上 访问的结果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得有个制定标准的人 那制定的标准的人叫什么呢 叫做W3C 这个大家也应该了解一下 W3C 叫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叫万维网联盟 这个呢 我在网上给大家查了一下 它是1994年成立的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点 就是虽然有这个万维网联盟 在规范浏览器的标准 但是现在我们在 访问网页的时候 我们还是经常会发现 我们在这个浏览器上 访问是这个效果 那个浏览器上访问呢 是那个效果 可能平时大家经常去访问一些 非IT人士 非计算机专业的人士 可能访问一些 常用的什么新闻网站 可能感觉不到 但尤其是你用到一些 专业的程序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他们在不同的浏览器上 可能表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有的是为什么新闻网站 在不同的浏览器上 访问都好死了 原因是他们在这里头 做了很多工作 就是针对不同的浏览器 做了很多工作 因为这些互联网网站 他们都很挣钱 他们也在这方面 技术上投入也都非常的大 我们说像这个 包括这个像新浪 收获这些 他们每年的这种 IT上的投入 至少也是上亿的 至少也是上亿的 这个给大家说一下 那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想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学这个 HTML语言的时候 我们其实可以 在网上也可以学 有一个叫 W3Sgoo的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你打开看一下 里头有很多的在线教程 也是我们很多程序员 都喜欢上去朝资料的一个网站 所以这个网站呢 大家需要了解一下 像这个HTML 你到镇头来就可以开始学了 每天上班累了 没有事了 可以上来看会儿 这个给大家讲一讲 就一个W3Sgoo的一个网站 大家可以去 可以上去学 然后这个W3Sgoo呢 也有人给他下载下来了 有的人给他做成这个 可以下载的 我呢也给他下了一个 当然这个只是这个HTML的 别的也可以去下 有一个叫这个HTML的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就这个这个文件 这文件呢 回头我呢 也会把它做好以后呢 给他把它压缩以后 放到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网站上 然后大家可以去下载 主要是工作的时候 有时要查一查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然后呢 下面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在编这个HTML的时候 我们应该用什么来编呢 我这给大家讲几个 我们呢 更多的时候呢 我们会用这个Dreamweaver来编 会用Dreamweaver来编 然后以前曾经出现一个 微软公司出的一个产品 叫FrontPage 这个呢 大家要知道 有这么一个东西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根本就不用了 叫FrontPage 还有呢 我们讲课的时候呢 我们用记事本来编 然后实际工作中呢 我们很少去编HTML 我们很少去编 谁来编呢 一般来说都是 美工做设计的人来编 我们编程序的人 对 新闻事实际上 我粉丝 我说 替我 试图